大家好,歡迎回來普通物理學,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二講第三節,在這裡呢,為各位介紹一些基本電路學的概念,還有分析電阻跟電源加載寫的電路。 所以在這邊呢,主要介紹的概念是克希赫夫的電流電壓定律,還有電阻的串連跟並連,以及在電阻電路裡面功率的消耗到底有多大。 那以後跟各位介紹生活中電阻的應用。所以我們先從電路學基本的定理開始。 講到電路學呢,一定會提到的就是這位德國科學家克希赫夫。 那麼他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定律,其中一個呢是針對電壓。 他說呢,繞著任何一個閉合的電路回圈走一圈呢,電位的改變量呢一定是0。 那這個概念呢,跟我們之前講的,在電的系統裡面呢,任何一個封閉回圈呢,電位的改變量是0,是完全一樣的意義。 也就是任何一個回圈裡面呢,任何一個位置,只會有一個電位能。這樣的概念就可以解釋這件事情。 那麼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呢,是電流定律,Kershev的電流定律。 他在說的事情呢,是流進任何一個節點的電流核呢,等於流出這個節點的電流核,因此不會有電荷的累積。 那麼這兩個定律呢,構成了整個電路學的基本的定律。 我們用幾個圖呢,實際解釋一下這兩個定律。 所以在電壓定律裡面呢,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電源跟三個電阻,構成的電路。 那麼Kershev告訴我們呢,我們繞一整圈,所有的電壓加起來全部等於0。 所以我們可以寫下V1加V2加V3加V4等於0。 可是呢,在這裡有一個細節,需要跟各位稍微講一下的地方是,這個全部加起來等於0的情況呢, 電基於呢,我們所有的正負號的定義呢,都是在於跟電源同一個方向。 也就是說電源呢,是上面正下面負的時候呢,電阻呢,就是順著這個電源的方向呢,同一邊正。 然後另一邊是負的這個情況。這個時候呢,可能全部用加的。 可是常常我們在畫電路的時候呢,會發生的事情呢,是靠近電源的這一端,譬如說這個電源上面是正。 靠近電源的這一端呢,其實會是正的。因為電流呢,會從電源流出來,往電阻這邊右邊的流過去。 所以電阻呢,會變成,以R1來說,左邊會是正,右邊會是負。這是我們常常會畫的一個情況。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,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符合直觀的一個概念。 那麼,這樣畫的時候呢,Kershaw的電壓定律,它就會變成是V1加V2加V3會等於V4,也就是說三個電主的壓降,加起來會等於是電源提供的電壓升。 所以全部加起來會等於0。那麼另外一個部分呢,是所謂的電流定律。那電流定律呢,剛剛說了,它就是全部流進去一個節點的電流全部加起來會等於0。 所以呢,我們就像這個圖中一樣,有四條電流流進來,那麼它加起來呢,全部就是0。 可是再一次的呢,比較實用的畫法呢,會是流進去的呢,等於流出來的。所以譬如說,我們在這個電路裡面呢,有兩個是往外流的,兩個是往內流的。 那往內流的就等於往外流的總和。這個就是Kershaw的電流定律。因此呢,這個情況下呢,它就會在這個節點上面不會有任何的電荷的累積。 好,那麼用這些電流跟電壓的定律呢,我們就可以求出電阻的串連跟B連會發生什麼事情。 那麼,怎麼求出等效的電阻呢?我們從之前學過的歐姆定律裡面呢,就知道,在電阻的這個值的大小呢,它相當於是,近來的總電壓差,會等於總電流乘上電阻值的大小。 那麼每一個單一的電阻呢,都會滿足這件事情。所以我們可以先寫下呢,ΔV1等於I1R1,還有ΔV2等於I2R2。 而在這個裡面呢,因為它完整的是一個迴圈,我們現在是串連在一起。串連在一起的時候呢,每一個通過元件的電流都是一樣的。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,可以發現它的總電流呢,I就是等於I1等於I2。 而這個時候電位差呢,因為這兩個電阻是串連在一起,所以這兩個電阻的跨壓會加在一起。 那麼整個總電位差呢,就是V1加V2。 這樣的大小。所以把這些式子呢,整合起來,我們可以得到呢,電流乘上等效電阻,會等於I乘上R1加上I乘上R2。 我們把電流約掉呢,就可以得到電阻串連的時候呢,等效電阻的大小就是R1加R2。 而在並連的時候呢,會發生什麼事呢?在並連的時候呢,在這兩個電阻上面的電位差會是一樣的。 因為通過同一個點的電位是一模一樣的。所以R1跟R2呢,都通過同樣兩個點,所以他們電位差會是一樣的。 但是在電流方面呢,就會不一樣,就是我們可以寫下呢,deltaV1等於I1R1,deltaV2等於I2R2。 但是I1跟I2會不一樣大,而從外面來看呢,從外面來看的時候呢,會看到的總電流的大小,就是I1加I2。 所以呢,我們這時候可以寫下總電流是I1加I2,而電位差呢是一樣的,deltaV1等於deltaV1等於deltaV2。 所以呢,把這些事件整合起來呢,我們可以得到呢,電位差除以等效電阻,會等於deltaV除以R1加上deltaV除以R2。 所以把deltaV約掉的結果呢,我們可以得到在並連的時候呢,等效電阻呢,可以透過這個方程式來求出來。 所以上面呢,稍微跟各位講了一下,基本的電路的原理,跟電阻的串連跟並連的關係。 那麼我想稍微提一下說,這個克系合復電壓跟電流的定律聽起來好像一定是對的。 會不會有例外呢?這個我們在第三講,電池感應的時候跟各位提到,事實上這個克系合復電壓定律呢,它基本上是一個法拉第定律的特例。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讓各位看到,如果法拉第定律滿足的時候,不見得會滿足克系合復電壓定律。 好,那有了這些電流電壓的基本概念之後呢,我們下一個部分要跟各位談,在電流原件上面消耗的功率到底有多大。 首先我們先定義功率這個概念。功率是什麼東西呢?功率是單位時間,它改變的能量的大小。 所以我們可以寫下p等於deltae除以t這個式子。deltae就是改變的能量。t是經過的時間,所以兩個相處變,單位時間改變能量。而p呢代表power,就是功率的意思。 那麼在一個原件上面我們知道電流的概念,是單位時間流過的電荷,所以我們可以把電流寫成q除以t。 而電壓是什麼意思呢?電壓是這些電荷流過這個原件的時候呢,得到的能量改變。 也就是說呢,delta v呢就是deltae除以q。我們把這三個式子結合起來,我們就可以寫得出來power p呢,基本上就等於i乘上delta v。 那這個就是功率跟電流跟電壓之間的關係。而這個地方呢,我也要請各位試試看。 各位從前呢,可能很多人都有學過在力學上呢,做功的方程式是dw等於f.ds,就是功或是能量的差異,就等於力跟位移量的內積。 那麼這個式子呢,能不能推導出電流傳導的功率呢?也就是p等於i.dv這件事情呢,要請各位試試看。從上面推導到下面這個式子。 好,那麼我們剛剛講了電流消耗的功率呢,會是p等於i乘上delta v。 而其中這個delta v呢,就是通過這個原件,譬如說在這裡是r,這個原件呢,的壓降。 才能用來算這個電流的消耗的功率。 而我們從歐姆定律呢,也知道delta v等於ir,所以把這兩個式子結合在一起呢,我們可以得到power有幾個不同的算法。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i delta v呢,如果你現在是知道的是delta v跟r,你可以r分之delta v平方。 你也可以用i平方r這樣的式子呢,來求出在一個電阻元件上面呢,消耗的功率的大小。 那這個地方呢,也留一個問題給各位是,那這些消耗能量跑到哪裡去了咧?這個我們等一下還會稍微再提到。 所以有了這樣子幾個具體的式子之後呢,我們開始來想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,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平常在家裡用的電力是用110V,在台灣是110V,在某些國家是220V的電壓值。 可是在外面傳送電力的時候呢,通常不是110V,也不是220V。 所以我們可以來想這個問題,要傳送電力,到底應該用高壓電,還是應該用低壓電來傳送這個東西。 那我們邀請各位來算一算,實際上用一個例子,算算看,不同的電壓的輸送的大小,會造成怎麼樣的功率的消耗。 所以我們想這個例子,今天如果有個發電廠,它可以產生10的10次方瓦特,也就是每秒鐘10的10次方焦耳,這麼大的功率。 而它要把這個功率送給市區的時候呢,必須經過一個100公里長的導線。 那麼已經知道呢,這個導線的電阻呢,是每公里0.01歐姆而已。 所以這個時候呢,如果在發電廠,在送的時候呢,它使用的是10的5次方福特,也就是10萬福特的電壓。 這一些送出來的電流呢,在導線上會消耗的功率有多大?麻煩各位試著算一下,然後做一個選擇。 然後很類似的題目呢,是一模一樣的輸出功率10的10次方瓦。 可是這個時候呢,發電廠改成用10的6次方福來送這個電力,也就是用百萬福來送這個電力出去。 那如果換成百萬福的話,在導線上消耗的功率有多大呢?也麻煩各位稍微算一下,然後做一個選擇。 所以如果您的計算正確的話呢,從以上這兩個小題的比較,如果用10萬福跟用百萬福來比較,用百萬福所消耗的功率呢,應該會是10萬福的0.01。 也就是說呢,消耗的功率變成1%而已,是一個非常節省功率的一個狀況。 因此我希望各位可以從這個簡單的計算裡面理解,為什麼通常在外面傳輸電力的時候呢,會需要用到高壓電來傳輸電力。 舉一個實際的例子是,台灣電力公司呢,平均來說它在電路裡面傳輸電力的時候,損失率大概在5%左右。 那麼詳細的內容呢,你可以在這個網站裡面看得到。所以我也邀請各位想想看,為什麼會是5%,猜猜看。 所有的科學都是猜出來的。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,能源怎麼樣有效的運用呢,絕對是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。 我也邀請各位想想看,有沒有辦法再改進這個5%的損失率。這樣對我們利用能源呢,可以有更好的效率。 而另外一個跟能源傳輸有點關係的問題是這個直流電跟交流電。 我們先簡單定義一下,什麼叫直流電。直流電的意思呢,是在系統裡面呢,電荷流動的方向都是同一個方向。 也就是說電流一直保持同一個方向。所以我們在這個圖中呢,可以看到橫軸是時間,縱軸是電流。 如果它一直都是正的,這表示電流一直往同一個方向流。這樣叫直流電。 那麼交流電是什麼意思呢?交流電的大小跟方向,在隨著時間不同的時候呢,它會有周期性的變化。 這叫交流電。那英文的代號是AC。所以在電力傳輸上面,到底是直流電有力?還是交流電有力? 這件事情呢,事實上在百年前就已經爭辯過。那麼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,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,針對商業規格進行的一個戰爭。 這是發生在愛迪生跟特斯拉之間。那麼詳細的故事內容呢,邀請各位來看看這本書。 我們這一個系列呢,會有一個作業,是邀請各位來比較看看,到底用直流電傳輸,還是用交流電傳輸電力,會比較節省功率,會比較有效。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生活中有哪些電阻的運用。所以剛剛已經提過關於電力傳輸的部分。那麼我們來稍微看一下,在居家生活裡面,對於電線這件事情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。 然後生活中有一個很常用到電阻的地方呢,是在加熱的部分。那最後呢,我們也讓各位看一看,人其實就是一個電阻,人的電阻值到底有多大。 所以關於生活中的例子呢,第一個我們先來談電線走火這件事情。根據台北市消防局的資料呢,要避免電線走火呢,有三個事情要注意。 第一個是呢,電器用品的插頭呢,最好不要同時插在同一個回路的插座上,以免超過負載。第二個是呢,插座跟插頭應該要插緊,不可以有鬆弛的現象。 第三個是,用力量大的電器要避免採用花線。所以結合前面我們所學的東西,各位可以解釋為什麼要注意這三件事情嗎?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討論一下,第一個是因為家用的電路系統呢,多半是用並聯的方式。所以你把越多電器插上去的話呢,它的總電流會越大。 這個呢,很容易導致電線的溫度過高而造成走火。第二個部分呢,是插座跟插頭如果沒有插緊的話呢,它的等於是接觸面積會變小。 接觸面積變小的時候呢,電阻就會變大。而流過的電流是一樣大的。根據功率等於I平方R這個事情呢,電阻越來越大。 同一個位置的功率就消耗就會越來越大。所以可能會從這個地方燒起來。 那麼第三個呢,是用電量大的電器呢,不能用花線。花線是什麼東西呢?花線呢,就是像圖中秀的,很多的電源線,事實上都是這種很細很細的銅線繳在一起。 而如果是大功率的電器,也用這種很細的電源線的話,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原因是因為這些電源線越細,同樣它的每個單位的電阻就越大。 所以呢,它流過去的時候呢,會產生的熱也就越多。因此呢,針對功率大的電器呢,最好是採用單心線,就是整根都是銅線構成的。 但是單心線呢,它的缺點就是它比較不容易折。所以你會覺得有些電線很硬,那就是裡面用單心線的原因。 但是這樣的單心線,才不容易受到大電流而燒毀。 然後我們來談一下生活中另外一個電的非常重要的應用呢,是用電能來產生熱能。 用什麼東西來把電能轉換成熱能呢?就是我們前面學的電阻這個東西。 我們前面講了電阻上面消耗的功率呢,p等iΔV,這些功率多半最後都變成熱。 那麼生活中哪裡有用電轉成熱呢?你只要仔細想,其實生活中非常多這樣的東西,包括像電鍋啦,電毯啦,電熱水器啦,還有電烙體這些東西,都是把電轉成熱。 那麼,我要請各位想想看,如果要用來做電熱器的材料,這樣的材料應該具有哪一種特性? 它的電阻率跟半徑應該要有哪一個組合,才是用來當好的電熱器的材料。 那麼在這一講的最後呢,我們來示範量一下,用三氧電表量人的電阻有多大。 我們可以量人的手指頭之間的電阻,還有左右手之間的電阻,以及濕的皮膚跟乾的皮膚,它的電阻值到底有多大的差異。 接下來的實驗呢,我們要測量一下乾燥皮膚跟濕潤皮膚的電阻值有什麼差異。 現在用我的手當作例子,在桌面上是一台商用電錶,現在調整到測量電阻的檔位。 接著我把兩個電極放到我的皮膚上面。 從讀書上面可以看出來,現在電阻值大概是100MΩ。 接著我把我的手用水沾濕。 在同樣的兩個位置上面,再放上電極。 可以看到現在的電阻值大概是200KΩ。 這幾乎是剛才的一千分之一倍。 所以說室溫的皮膚比起乾燥皮膚來講,更容易導電。 接著我來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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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著我來看。